这些老师被外星生物寄生 将宿主变成自己的傀儡 伸出体内的触手 醉生梦死的吸收雨水中的养分 这种寄生虫极难被发现 但最后还是被一帮学生给当场识破 被虫子附身的生物老师无所屌位也不装 准备杀人灭口 凯西想要逃跑 却被他一把掐住脖子 狠狠扔飞出去 而小强见识不尿 立即拔下切指刀 一刀砍断老师的五指 没想到掉在地上的手指也有生命 竟像虫子一样迅速爬向几个女同学 老师一把将小强推倒在桌子上 红色的触须从伤口处伸出来 想要感染给小强 危急关头小强掏出一只利尿剂 直接就刺入了他的眼睛里 下一秒老师就浑身抽搐 本来是无心之举 同学们却发现 利尿剂竟然是虫子的克星 见他没动静几人就要逃走 凯西用瓶子抓起一只虫子 决定带回去研究 当他们离开时 原本喧闹的学校变得井然有序 学生们也都变成了上课认真听讲 积极举手发言 下课遵守纪律不在走廊里嬉戏打闹 看来这虫子已经开始在学校蔓延 不少学生都被寄生 丧失了自己的个性 失去任何正常的情绪反应 学校看来是不能再呆了 小强一脚油门踩到底 赶紧驶离这里 路上遇到的民警也被虫子附身 几人调转车头就跑 大家一起来到了小强的秘密实验机 这是一种奇怪的远古生物 小小的看起来略萌 但是碰到水的时候就会充满活力 生长速度贼快 会伸出无数根红色的触须 身体也开始变得晶莹剔透 地球上的两脚兽都没见过这种生物 生物老师怀疑着可能是某种寄生虫 想抓起来仔细研究 诡异的是 这条虫子可以通过复制粘贴一分为二 就在众人为之震惊时 看似脆弱的身躯下 竟然隐藏一口锋利的牙齿 极具攻击性 把所有人都吓了一条 老师腾出了一身冷汗 对旁边的学生说着没事 殊不知这种恐怖的生物 不仅凶残还具有极强的传染性 一无所知的生物老师 打算把虫子送到生物研究所 但是他们不知道 虫子的母体已经潜入了校园 母体的第一个目标 便是这位任意变形复制的T1千 没想到T1千老吗 来高校干体育教练了 此时被寄生的教练行为开始变得异常 一杯接一杯不停地喝水 却仍然觉得不过瘾 随后他又站在草坪的洒水器下 补充水分 这种反常行为恰好被学生凯西尽收眼底 晚上可怕的事情就发生了 女校长独自回到办公室拿钥匙 体育教练却突然出现在身后 她的理由很单纯就想借跟铅笔 校长认为她在性骚扰 生气地把铅笔递给她 不料下一秒她就被铅笔戳穿了手心 一切发生得太过突然 疼得女校长撕心裂肺 连忙拿着钥匙给了教练一个大爪子 一把推开她 开始拼命地往外跑去 身后的教练如狼似虎地就要追了过来 千军一发之际 校长成功地打开门跑了出去 把变态教练锁在里面 本以为逃出教练的魔掌 可守在外面的主任顿时眼神变得冷淡 随后也对她举起了紧斗 校长还是难逃一劫 第二天学校里吵吵嚷嚷 学生们像往常一样来到学校 没有人知道昨晚发生了什么 只有男主凯西察觉到了异常 原本是个和蔼可亲的体育老师 性情开始大变 无缘无故地训斥了她一顿 这让凯西觉得有些奇怪 接着又在男生浴室 发现女物理老师闯进来洗澡 这让凯西再次感到不可思议 便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性感美丽 勾于心计且一心向上爬的啦啦队长 兼校报主编丽娜 两人偷偷溜进办公室里一探究竟 结果两人翻箱倒柜 没有找到任何蛛丝马迹 可就在这世门外传来的脚步声 吓得两个人慌忙躲进衣柜里 走进来的正是体育教练和主任 他们一进屋就喝水感觉不过瘾 直接往脸上泼 凯西和丽娜透过缝隙 偷听到他们的谈话 内容是物理老师太老了不中用 虫子在他体内无法生存 话音刚落门又开了 女校医走了进来 主任悄悄关上房门 结果他们看到了令人恐怖的一幕 体育老师捧着校医的头 一把将女校医按倒在了沙发上 吓一鸟教练的脸部开始快速变异 变身小怪物用舌头嘎死了女校医 看到这一幕的丽娜 被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 却又不小心撞倒了藏在身后的尸体 正是之前的物理老师 体育老师听到了动静 来到衣柜跟前查看 还没等她动手就被凯西抢先一步 一棍子把她顶飞出去 带着丽娜迅速逃了出去 逃跑途中 本该吃盒饭的女校长 竟然起死回生拦住了两人 他们急忙将事情告诉校长 可校长根本不信 就在他们拼命解释时 回头发现女校医竟然好端端地活了过来 这让他们一时哑口无言 感觉太诡异了 于是撒腿就跑 凯西一个亮枪跌倒在地 丽娜头也不回就跑得无影无踪 可是老师并没有追赶他们 没过多久凯西在父母的陪同下 带着警探来到办公室搜查 女校长很是配合 打开柜门后 尸体居然变成了一个恐怖的人偶 并没有发现其他异常 女校长提出有事要与警探单独沟通一下 结果关上门后 这一沟彻底通了 在两人出来后 警探的眼神也开始变得不对劲 显然她也被寄生了 警探们走后 听到校长想单独跟妈妈谈一谈 这让凯西一阵惊慌 急忙谎称自己要去看病 这才让妈妈脱离虎口 很快母体借助体育老师的帮助 直接实施各种凶残攻击 已经让一批老师沦陷 他们聚在一起疯狂地喝水 喝光了一桶又一桶 然后这批老师又作为强力感染源 让学生们排起长队 挨个进去办公室检查身体 当同学出来后 脾气都变得异常暴躁和老师们一样 每个人都开始排队疯狂地喝水 种种迹象让凯西突然想到 那条浴水激活的神秘虫子 于是他叫上几个同学来到了实验室 果然渔缸里的虫子已经消失不见了 凯西认为是一行入侵了学校 所有的老师都被附身了 小强把从学校带回来的寄生虫 尾巴窃下一部分 扔进小白鼠的笼子里 在滴上一滴水之后 诡异的一幕发生了 虫子飞快地寄生在小白鼠体内 达成了一种微妙的共生关系 于是小强就掐死小白鼠 开始对其解剖 取出完整的寄生虫 经过研究发现 在小白鼠体内发育成熟的寄生虫 并不是独立的个体 而只是母体的一部分 一旦被它感染 宿主就会被操控思想 按照科幻理论 只要杀死母体 就可以彻底消灭所有寄生虫 被寄生的傀儡也会重新变回人类 好在它们发现利尿剂是它们的克星 只要撒上一点 寄生虫就会立即脱水死翘翘 丽娜提议与其去送死 不如尽可能地逃走 凯西则认为 必须主动出击找到母体 卷毛却无所屌位 因为谁能保证 他们几人此时没有被寄生 一瞬间寻找母体还没有开始 几人就产生了内讧 互相猜疑怀疑对方被寄生吗 小强当机立断 拿出利尿剂给每个人来上一职 以证明他们都是人类 经过一番检测后 让人没想到的是 丽娜早已经被虫子给附身了 眼见事情败露 她一把推翻卷毛 这时凯西举起手枪准备出击 但她一直暗恋着利娜 始终下不去手 被怪物支配的利娜 趁机毁掉了实验室里 所有的原材料 然后破门而出跑了出去 坐上了同伴的车子扬长而去 眼看解药已经不多 几人也一同追了上去 试图去学校找到母体将其消灭 此刻学校正在举行 一年一度的橄榄球比赛 小镇上大部分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如果不尽快找出母体的话 这里的所有人都会被感染 这时人群中的女校长 吸引了他们的注意 他们一致认为 一向神出鬼没的校长 很有可能就是母体 而校长也注意到了他们 于是几人设好圈套 把女校长引到了体育馆内 不管378还是21 先把她摁倒在地上控制住 但是校长根本不配合 还在不停狡辩 还是小强牛批 一路之下开枪崩掉了她 突然校长又站了起来 体内钻出无数寄生虫 玛丽抓住机毁 直接把紧剩的利尿剂 竟然全部泼在了校长脸上 小强想要阻止都已经来不及了 嘶吼几声过后 女校长瞬间就领了便当 为了验证校长是不是母体 卷毛打算亲自出去查看情况 但眼下利尿剂只剩下两只 卷毛便拿走一只 冒着大雨朝操场跑去 可来到操场 她却发现体育老师身体发生了便衣 站在操场上疯狂吸收雨水 看来他们都猜错了 女校长并不是母体 体育馆内众人神情交集 却又看不到外面的情况 卷毛突然出现说母体没有死 让大家赶紧开门 凯西他们也不是个傻子 将最后一只利尿剂递出去让她验证 但卷毛却将骑倒在地上 显然卷毛也被虫子控制了 更糟糕的是利尿剂也已经用完 现在大家又被困在了这里 就在几人愁眉苦脸的时候 小强突然想到车上还剩下几只 于是小强和凯西决定冒险出去试试 可才跑了没多远 就遇到一群被寄生的学生 两人急忙躲进车底下 但距离小强的超跑还有几步之遥 凯西首当骑冲作为诱饵 引起虫子们的注意 当她躲进车厢后 凯西暗恋的丽娜突然出现 吓了她一跳 丽娜让凯西变成她喜欢的同类 两人可以永远在一起 但凯西并没有听信丽娜的糖衣炮弹 危急时刻她爬上天窗 从车顶上一跃而下 向体育馆飞奔而去 迎走了虫子 小强则趁机跑到车前打开后备箱 然而她还是被虫子盯上了 小强却故作镇定 一个闪身跳进了汽车里 刚发动车子 女人就砸破车窗钻入车内 而这女人正是小强的波老师 她也被恐怖生物寄生了 为了保住自己的腰子 小强慌乱地给自己扣上安全带 然后一脚把油门踩到了底 下一秒汽车狠狠地撞上了小车 把波老师弹飞出去 随后车子发生剧烈的爆炸 危机解除后 小强拖着受伤的身体 从车内爬了出来 手上还不忘拿着几支利尿剂 然而就在这时 立刻脑袋在她身边呼啸而过 小强被吓得立马站起来 觉得自己又行吗 赶紧从裤裆里掏出一把手枪 最后的结局出乎你的意料 与此同时 体育馆内的玛丽 突然偷袭了短发妹 原来这个新来的转笑声 一副傻白甜形象居然是海底针 也就是真正的母体 只见她退去人皮后 变成了一只极其丑陋的怪物 两人健壮帮忙逃跑 怪物紧随其后 可就在两人逃到游泳池时 怪物一个猛子扎进水里 怪物如鱼得水 以时速945公里疯狂追逐 从水里伸出巨大的触手 对短发妹发起攻击 最终把她拖入水中 看到怪物张开满是獠牙的大嘴 危急时刻 短发妹猛然惊醒 急速浮出水面 凯西连忙将她救了上岸 这才逃过一劫 此时怪物的本体也跟着浮出水面 野兽般的怒吼声不断地炸响 凯西二人吓得拔腿就跑了 怪物缓缓缩缩回泳池里 变回人形 母体再次化成玛丽走出泳池 就在这时 小强拿着利尿剂回到了体育馆 不知道刚才发生了什么 左边是短发妹 右边则是化成人形的玛丽 看着两女互相指认 最终玛丽也不再装模作样了 她说之前为了隐藏自己 在实验室虐尸小记堵住鼻子 趁大家不注意 偷偷倒掉利尿剂 这才骗过了所有人 得知真相的小强想要先发制人 身后的短发妹却突然挡住了她 原来她也被寄生了 危急之时凯西从后面一把抱起短发妹 将她扔进笼子里锁起来 接着小强把利尿剂交给了凯西 两人准备分开去寻找母体 只见母体晃动的影子 还没等凯西反应过来 小强已经被母体甩飞出去 暂时晕倒在地 怪物的不断逼近 吓得凯西连忙后退 却被短发妹一把薅住了头发 眼看要被虫子寄生时 凯西断发求生急忙逃走 身后的怪物迅速发动了攻击 她挥动触手抽飞衣柜 试图将凯西碾压 好在凯西跑得比兔子还要快 果果攻击后就跑进了篮球场 等怪物追上来时 凯西集中生智 启动了看台上电动折移的开关 然后飞快地钻进狭窄的座台下面 怪物也紧随其后 智商开始下线 凯西故意停下脚步 等怪物发现中计后已经为时已晚 巨大的齿轮飞速转动 看台也在不断收缩 凯西凭借灵活的身法 在最后关头及时钻了出去 但怪物体型庞大动作笨拙 被活生生卡住半截身子 成了半死不活的状态 但这一针下去 怪物哀嚎着击射出无数寄生虫 钻进凯西的皮肤里 就在凯西以为自己要挂掉时 谢天谢地 利尿剂终于起作用完 只见母体迅速脱水 很快便没了动静 进入凯西体内的虫子也纷纷掉落 怪物的身体也紧跟着迅速枯萎 所有被感染寄生虫的人 全都恢复如初 凯西也因为拯救校园 而成为家喻户晓的英雄 从此走上人生巅峰抱得美人归 与暗恋已久的莉娜 过上了没羞没骚的劳累生活